哈喽大家好,今天教大家做非常好吃的香菲蛋糕卷 晚中加入40克纯牛奶,40克玉米油 给它充分至乳化状态,在锅筛加入40克低筋面粉 化粒子性拌匀,拌匀后再加入4个蛋黄 继续拌匀,拌匀后放一旁备用 4个蛋清中加入几瓶柠檬汁,先给它打出大气泡 40克白糖分三次加入,大气泡加一次 小气泡加一次,泡沫细腻的加最后一次 一直打发到提起蛋黄汽油大弯勾即可 取三分之一的蛋白霜放到面糊里上下翻拌均匀 拌匀后全部倒入蛋白里继续上下翻拌均匀 拌匀后倒入28x28的方形烤盘中 挖平表面,表面挤上沙拉酱 上面再撒上椰蓉 送入天炎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,上火165度 下火160度,烤25分钟 后15分钟开热风功能,出炉后轻震两下 晾着温热翻过来给它撕距底部的硅油质 朝着外方斜切一刀,接住擀面杖的手法给它卷起来 再切成自己想要的大小块 这样一款非常好吃的香菲蛋糕卷就做好了 喜欢的小伙伴,赶紧动手制作吧